硬格里 软分离 静默期 微网格 网格长 静态管理 强化兜底 流调盼密 点视复工 有序解封 重新赴马 底线思维 极限思维 压查推进 提及管理 数字哨兵 无意小区 网格化管理 防疫零动态 无差别消毒 安全屋技术 沉默少数群体 流动中的风险 严格静态管理人员 社会面流动人员 小区自我静默期 综合社会成本最低 一地一测 一点一测 一视一协调 一视一对错 一小区 一分析 一小区 一厨房 一行业 一指引 一点多组 多点一组 一点带恋 以恋待面 一天一户 一人一次 一加一加一管理 四加七加十二联动机制 二加二抗原核酸检测 四集中原则 四早要求 绿蓝 黄红 四色风险 十五分钟检测服务权 三辆车 三道口 三圈判定 三级 三区分级 差异化放空 一朵云 一根线 一根面 一条边 日清日节 日产日节 追洋转洋 双洋双控 双连双进 群防 群制 挤踩 挤走 挤追 扫街 扫楼 扫村 抓早 抓小 抓基础 快封 快筛 快捷 快捷 踩 送 简 报 和 从严从紧 从细从实 有序放开 有限流动 有效管理 分类管理 动态调整 动态公布 连点成片 连片成面 有限人员 有限缺 大冲洗 大清销 大总工 捞杆扑灭 逢洋快转 拨点轻蔑 挂图作战 清源行动 敲门关 爱行动 腾幻扩容行动 中医药干预行动 拔点攻坚 行动 大上海保卫战 九大攻坚 行动 十大清零攻坚 行动 疫情三年了 全国注销了349万家企业 961万家 个体公众公 这其中就有我的一个传媒公司 和一个珠宝公司 还有七个个体的商铺 我是一个从来不言败的性格 从2003年开始创业到现在 我经历了无数次的大大小小的打击 我都能站起来 我总感觉自己是一个打不死的小乔 但是这三年连续的打击 真的让我第一次有了想要躺平的想法 不是我没有上一期 更不是我不努力 从2020年开始 我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 每天休息没有超过我六个小时 经常是黑白颠倒 全年无休 我就想不通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的一个人 为什么还会是这样的下场 2020年疫情来了 我赔光了所有的积蓄 最后还负债了三百多块 不得已卖车卖方 还贷款 发工资 依然不够 我咬紧牙关 注销公司 关闭实际店 开始全国的跑 同时我做了五个项目 用了十一个月的时间 没敢睡过一个暗号觉 没敢休息过一天 十一个月的时间 三百三十多天 也有一天敢休息 我放弃了所有的社交 放弃了所有的爱好 十一个月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 我再也不是那个曾经爱笑 爱喝茶 爱旅游 爱喝酒 爱交朋友那个人 当然了我呢 不爱出门 也不爱说话 也不想交新的朋友 在前面的十一个月里面 我最喜欢吃的是包子 不是我多爱吃包子 是因为它有限 可以改善一下 每个月三十多万人还款 我真的不得不结一措施 压得我喘不过气 终于我还清了大部分的代码 你说我就想躺平 我真的妈是累了 但是我不能躺平了 你躺平之后 你连吃饭都是问题 怎么躺平了 躺不平了 我相信和我一样遭遇的不是我一个人 我绝对不是个人 大家都挣不到钱 谁能来救救我们这些四千四百万的中小企业 谁来关心一下我们呢 每次疫情 我们都是最先牺牲的呀 你吃饭 这样 请不吝点赞一下 你吃饭 这些心员